行政會議員則上通過,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造價超過1300億 機管局不排除開徵機場建設費,又說會用最嚴謹的態度做環評 林彥幫沒道 機管局計劃在機場北面填海650公頃建第三條跑道和新的客運大樓 機管局會著手規劃,先用一億去做環評 會跟最新的空氣質素指標來做,怕不怕有市民司法覆核呢? 任何無論是機建或者其他的政府行為都是有機會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 但是在這個環評的工作,我們和機管局都很有決心 是用一個最嚴謹和最專業的一個態度去做 整個項目目前預計造價是1362億 未決定由政府注資,借貸還是發債 也都不排除開徵機場建設費 這個原則都是在世界各地都是給大家廣泛地作為一個依據的 但是具體怎樣做法呢? 我想都重要是等一步,等財務安排比較清晰之後 其中一環就會先考慮到這方面應該怎樣做法 機管局預計要到2014年底才完成這些前期工作 最終是否能蓋成,政府要到2015年才正式拍板落實 有線電視記者林彥邦報道 我想要頂勤環郎 最後我先做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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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